好 刚刚提到了 海洋当中有大量的塑胶垃圾 不止如此 现在就连自来水也被测出有塑胶维力 有非盈利组织在五大洲多个国家来进行采样 结果发觉全球83%的自来水都含有塑胶维力 最严重的是美国高达94.4%的自来水都被污染了 而比较不严重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有高达7成左右 减少制造 回收再利用是减低塑胶污染最根本的方法 英国有一家家具公司就把废塑料还有就医物等等 重新做成家具用品 试图减低塑胶废弃物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尼哈特水真的是纯净无杂质的吗 被盈利组织OPMedia测试了全球五大洲159个自来水样品 结果发现83%的自来水都含有塑胶纤维 美国以94.4%的污染比例堪称全球最严重 包括国会山庄环保署总部就连纽约川普大楼 都发现自来水遭塑胶纤维入侵 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在报告中最不严重 但污染数值仍高达72% 也代表着全球可能有数十亿人 整合着含有塑胶为例的水而浑然不知 报告中被剪出的自来水塑胶纤维 直径比2.5微米大一点 可能会吸附污水中的细菌以及有毒化学物质 清醒6公斤的衣服就会释放70万根布料中的塑胶纤维到环境中 开在路上的汽车轮胎也会摩擦出塑胶为例 无法分解的塑胶无所不在 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并赋予新用途 英国家具品牌Pentatonic利用投资者之一台商小制研发 打造的太阳能移动式回收工厂 将塑胶和制品的废弃物变成环保再生砖再通通做成家具 塑胶垃圾变成椅子废弃光碟做成桌子 连坏掉的智慧型手机也可以回收再利用变成水杯 这些家具用品使用者可以自行组装 不需要任何化学黏着剂将污染减制到最低 现在这间公司更计划与英国星巴克合作 试图把不要的咖啡杯通通变成店内家具 把这个塑胶的废弃物炼成油之外 是不是各国也想方设法的 在发展一些新的绿色产业 最新的趋势有哪些 我们刚刚看到您的婚戒对不对 你有告诉我说 您这个是用再生废弃物 把它再体炼出来的一个银 金跟银的回收回收银的时候 传统就有了 可是传统是用非常污染的方式 就是氢化物 氢化物是剧毒 而且很难回收 很容易造成污染 很容易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一个 完全不伤害环境 所以等一下在拨筋的过程 我的手就可以自己放进去 像这个就是CPU对不对 这是CPU 电脑里面的CPU CPU含金量非常高 我们可以大概有200个CPU 就可以做出一个金钉 这个是999纯金 我们可以做到99.99%的纯金 是 真的是废弃物变黄金 真的不是说假的 对不对 除了这个CPU之外 我也可以做到一颗大的金钉 用什么呢 用手机 因为手机的含金非常高 真的吗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陆 很想回收手机 就是看在金子的份上 对 我们以前 TVBS也做过报道 他们甚至到辅去收手机 原来是有目的的 是的 在我这边有一个实验装置 我们把这种音响的插头 对 这个我们蛮常见的 家里头的 这个是镀金的插头 镀金的插头 只要在这里头容易 大概10秒左右 这些金子就被它拨出来了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您左手边的这个是 还没有拨金的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已经用这个 容易拨金过了 所以看起来就变银色的了 对 它金已经没有了 然后它拨掉的这个金 就是将来可以把它变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是的 就变成一个真正的金子 没错 好 据说好像很奇妙 10秒钟就搞定真的吗 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现在要开始把 这个镀金的东西 放在溶液里面 在10秒左右 它就开始变了 我们还可以独秒一下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 它完全不产生任何的污染 所以我还可以把手放进去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拨金成功了 我们可以比较 稍微比较一下 因为镜头上面可能颜色 会看得不太清楚 真的有变了 对 因为我现在用肉眼来看的话 这个金子已经不见了 所以它是被融到这个溶液当中吗 还是它被搜集 好像是搜集在这边 它被搜集在这个电极里面 把这个电极把这些抛的刮出来 再提炼就可以得到99.99的纯金 就是刚刚我们大家在看了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999纯金 999纯金 真是太棒了 带回家做纪念 好 可是刚刚讲的这个颜色的戒指 是从这个 这个据说是LED灯的废料 LED的下角料 下角料 因为在做电子产品的时候 你在做产品会有很多下角料 这个下角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银的材质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40公斤的废料 我就可以做出一盘大概 只要40公斤的废料 就可以做出这样子 一整盘 一公斤的纯银 OK 好 另外还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就医的原料 也可以拿来再利用 这又是什么回事 就医混黄的话 它其实没有办法再利用 比如说宝特瓶可以做衣服 可是宝特瓶混了棉 那就只有上魂化炉一条路 我们现在把宝特瓶 就是PET 加棉的混黄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绿色建材 所以这个是 比如说很多什么系统家具 或什么都可以拿来使用 对不对 可以 做家具 当然它的条件 它不只是说纺织废弃物 因为纺织废弃物没有办法用 所以它要加了 用农业废弃物为主的一个技术 我们主要的这个材质 用台湾常见的材质 像稻壳 像竹穴 稻壳跟竹穴 稻壳 竹穴 或者任何含有纤维的废弃物 什么蔗渣 解杆 什么都可以 解杆 椰子壳 油中渣 任何这些农业废弃物 要不然它会被烧掉 产生空气污染 对 我们把它拿来 我们把它拿来取代塑胶 它又是可分解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好处 可是我如果做板材 我不需要可分解 我要耐久材 所以我加上了这些纺织废弃物 把这个材料当作一个混合剂 而且闻起来比木头的香味 而且真的太像真正的木材了 真的有味道 它是零木头 所以不用砍素 有那种纯天然那种味道 是的 因为它是农业废弃物的感觉 纤维的感觉 然后还做得很仿真 把木纹都刻上去 对 这个是后製层都可以做到 对 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其实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 好 塑胶如果那么不环保的话 很多人一个想法就是说 好像纸类跟玻璃 会不会比较环保一点 讲到玻璃其实也可以再利用 对不对 像这个 这个所谓的新的 这个叫做节能砖是不是 是 听说是玻璃做的 它是废玻璃做的 完全看不出来 觉得是一个那种 空古力的那种颜色 对 它经过花炮程序的时候 比较轻 它比较轻 那它是一个全球算是一个 非常耐火的一个材料 它可以防火 我如果说用这样的东西 去噴它的话 对 噴它 我可以把手放在这里 一边喷你在这边 一边在喷 真的不会烫吗 你可以看到就说火已经起来了 那开文姐 你可以稍微摸摸看 它是凉快的 对 它本身没有 对 本身那个热量不会透过来 对 它那个热没有透过来 所以这边的温度 可以到达1000度 这边手可以摸 如果是水泥跟砖块的话 这边会很烫 所以这是玻璃砖的妙用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节能的动作 因为它会隔热 它也会隔音 所以像这种砖的话 它就可以放在那种 所谓的环保建筑 对不对 现在所谓的环保建筑 很多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去做 对 尤其公共建设要还火 最好是要节能 这个又要展现循环经济 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建筑 所以刚刚讲到的节能 就是因为它可能可以节省冷气 对 节省冷气 节省暖气 OK 而且重点它是玻璃 费玻璃做的 它是费玻璃做的 费玻璃做的 但是它要用的费玻璃 会不会要用到很多 或者它那个技术上面会不会 那个设备会很昂贵 它是台湾研发出来的技术 目前来讲算是 就是国外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 都是台湾领先前求的 是 就是如同李氏 你刚刚讲的 就是把它优化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好 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个茶包袋 对不对 有的茶包袋甚至用塑胶做的 那么也要小心使用才行 那么有更多的 有关于环保的相关知识 我们马上回来 请别走开